打二刀居的时候应该最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上中演 一个是他们装来特别好 然后英雄池也很深 自己的发挥也没有特别好 希望后面能 就是因为是五个人的游戏嘛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得很好 才可以赢下比赛 下场对战体验是KASA KASA是一种控制型打野 尽量前期跟他拼一下吧 下一场对战TS 限制他们双C的发挥吧 那RW的第一把的一个应对 这把比赛要换嘛 要拿杰斯 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是选择一个鳄鱼 还是换点鳄鱼 之前KASA的角跃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一个选择 选了 但是如果把赛拉斯放得对面的话 赛拉斯拿角跃大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角跃万豪 这个其实是在这个赛季初期 涛博比较喜欢用的一套对吧 对 这一套也是属性比较相合 大家都需要这种混伤的 韩冰有打一个功能系嘛 对吧 打一打先手 而且其实Betty之前也是比较喜欢用 韩冰一个英雄 韩冰这个版本我觉得挺不错的 原因就是现在都是打上中野的 对吧 那这把比赛 这两边的阵容选择 我觉得都还不错吧 涛博这样 都是一个主打上中野的一个阵容 对吧 三个人一起 四个人来了 硬来嘛 这把总多主要被打出布隆被动了 总多主很危险 等一下省个闪现吧 应该是B死了 直接被 王子胡胡A死 哎呦 球球这个位置好要啊 直接是打了一套 冰冰家跟那个金克拉 我一上来再打一套 球球在这边身上的被动消失 就不怕呀 对 你们两个没到六 你肯定抓不住我 球球的落感 是他在这个版本 跟你说最有信心的一个英雄了 对 分开 嗯 我记得之前有听 就是 哎哎 差点被单吃 不过奈这边血量也是比较的堪忧 或者这边 红怒这个血量的话 应该是不敢操作的 前天这里也 补刀没有落后太多 没落后呀 对 这就算是 我这边要硬来 被塔下晕了一下 闪现拉开 只被塔A了一下 应该是死不掉的 奈特在中路 完成了一个单杀 卡塔应该是马上升六 又硬来 但是下路 预言家这个血量有点低 白天身上是有双招的 预言家这波是把自己的双招 也是打了出来 中路又击杀了奈特 再次完成单杀 三杠零的一个开局 这中路感觉直接 穿了 我们看这一波怎么打起来的 首先血量也不是很健康 这是上一波 对这是上一波呀 当时还有五级 想看 刚才这一波来着 而且 这一波就是鳄鱼踢出来 先打一套戴 血量占优 但这个时候的盲森的持续战动力 比较不错 直接RQ 最后是先卖个破绽 或是先动的手 先卖了个破绽 或是觉得有机可胜 我们今天Betty反而被布隆Q到了 在这边的话 球秀 看一下 反手打一下预言家 自己的话赶紧挂队友往后拉 但这波的话 终于也赶过来了 TOP的终于 等级是很高的 在这个边就会 反正已经死了呀 球球这边实际上是有闪现的 直接摸眼 击到墙上 排气板死掉 又碰到了Betty 再拿一个人头 没有给任何操作机会 乃得5-0开局 在这波杰斯有TP 要不然来一波呢 我们看 只要开了 开到盲森 被挖和虚弱 反正这波有点危险 叫做这个闪现 这边TP的杰斯 稍微来晚了一波 万好也是叫自己TP 这边放先锋 把这个位置 今天感觉可以 让后抱的机会 先抱谁 抱着 抱着 抱着抱了过来 就能回血 但自己还是被盲森踹刺 小玥拿了两个人 这边咔嚓的血量 有点低 但是自己没死杰斯 反而是被杀掉 小浩跟球球 赶紧躲在这王爷塔之下 哇 这一波的话 又大亏了呀 一波零换二 而且中路这边 先锋也是 直接撞到了中路塔上 小玥这波过去 有没有可能 把中路这个塔推掉 比起来感觉不是很多 下路要越了呀 达瑞瑞的野辅 在塔下色色发抖 又救到了球球 再拿一个人头 已经接近神了 小浩被万豪拉了一下 在那边一脚送开 小浩还是被奈特受掉 奈特已经是完成了超神 经营在13分钟 然后在中路的话 卡塔是可以推掉 中路的伊塔 这把比赛感觉 game over了 茅森太肥了 下里边接近 这一波败的有机会 一直想象过来 最后一个Q 没中 空了 就 像是已经救了 茅森最喜欢的节奏了 这一波如果能把茅森秒掉 感觉还真的有点机会啊 但可惜有一点伤害不足 再让他茅森这一波 也是有闪闪 也交了出来 晴天直接抱鳄鱼进场 然后侧翼的话 卡塔 开到两个人 卡塔自己还没死 正面怎么守 这边又在看球球 今天是把早日大招 成功拉掉了 上路要越抱着嘛 晴天跟 但这两个人伤害也够嘛 茅森不在 结果抱着直接往后拉 晴天抱了一下 晴天自己感觉有危险 一个护圈打出来 自己感觉要没了 小号这边配合队友 总共中拿了人头 原家也被留下 最后一下 这个大招的伤害有点高 但是茅森又抱了过来 总共这个位置 感觉跑不掉了 他能找杰克单挑 但是脚跃就在附近 杰克这边 顺攻触发 治疗加一口 感觉伤害不够啊 走动这边 被杰克拿到人头 这个驱落 有机会抢吗 有个包大球果 球球 要小心自己的位置 淘博这里应该是要 让万豪去看一下 小号 是最稳妥的 对 或者把这个果实先点掉 嗯 这边应该要踢脚了吧 对 德文毕竟还有个异技能 这边这些798滴血 被喀萨逞下来大楼 很稳 而且这边还要追 感觉奈特有点控制不住了 直接踢上来 被挂了个虚弱 奈特这里的话 自己有点危险 被抬了一下 但是血量 要去吗 伤害真的差的还蛮多的 艾西血可以找机会 尝试用大招去 限制对面的位置 一键 扫杰斯 杰斯 杰斯有危险 没办法拉得过来 总终先敲了一下 但是这边落差了三个人 他的效果还不错 今天血量一点低了 Forge又被耐着踹死 已经超神 那这边再过去 摸眼 又杀了一个人 小号是被脚跃带走 刚刚看到 Beggie闪现过来 强行秒掉了脚跃 但是自己也是倒地 球球 最后的希望 最后的希望 球球也倒地 淘博最后打了一副 一换五 A四角的RW 拒绝被让一追 最终还是拿下了比赛 这把比赛 好以为是 中路奈德盲森的个人秀 最后杀了几个呀 应该是 十个还是十一个 十个吧 这把比赛 也没什么好总结的 就感觉一直在杀 这个盲森 很过分这个人 就先恭喜一下 淘博吧 有军无险拿下了 比赛胜利 现在来到了 七胜的一个行列 可能是稍微 也会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是 而且在前面 多余到了这种 这种局面的时候 他们其他的机器英雄 没办法站出来去做事 对 你感觉你 打也是个隔温 对吧 然后下路 EZ还跟那个 杰自己 在杰自己的这个磨切 这场MVP应该是 毫无悬念 第十个MVP了 守着 这个赛 也是非常稳健的一个发挥吧 是的 而且现在也是 来到了MVP榜的第一名 跟搜音币 并列第一都是十个 然后现在还在下一个 九个MVP的是小虎 好的各位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主持人刘航 首先我们要恭喜涛博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那我们赛后采访区的嘉宾 是已经拿到了十次MVP的 今天我是非常出色表现的 我们的Night 欢迎Night 来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涛博的Night 欢迎Night 也谢谢现场各位的掌声 那今天其实是对上自己的老队友球球 赢下了比赛的胜利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跟大家来分享的 就可能和赢下之前打对我的选手 就比较爽吧 比较爽 杀老队友感觉还是非常爽的 那再来到今天的比赛 今天的第一局 你们其实选择了一个偏 前中期的一个阵容 但是你们在前中期 其实是有一定的劣势的 尤其是在丢掉了第一条大龙之后 当时你们是怎么去沟通和决策的 当时期就想着后期稳赢吧 因为我在还有杰克的一爹 都发育特别好了 那说到后期就不得不提 你们在后期的几波决策了 在后期的时候 你们有好几波 都是一勺打多 然后当你们出现人数的 劣势的这种情况下 你们这种操作的自信 还是敢于去接环这种自信 你觉得来源于哪里 主要就对我的信任吧 杰克说能打吧 就挺相信他的 就一直在操作 队友之间的信任 可见这种信任 包括这种自信 也是今天能够赢下比赛 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那第二局其实是遗憾告负 但是你们第三局调整得很快 在第二局失利之后 你们在场间休息的时候 主要做了怎样的一个 沟通和调整呢 其实就别急吧 就第二局其实前面也是优势的 只是打团太急了 然后送掉了 还是要慢慢来 要稳住 那来到了决胜局 你们的一级团的这个入侵 做得非常的到位 当时那波一级团 你们入侵到了对面的 红buff野区 那一波一级团 你们是怎么去沟通和设计的呢 主要是有不同吧 这几次就一定会站在草丛吧 我们就试了 就抓到了 一方面是比较相信 自己队员的一个阵容的表现 另外一方面是 也是对对手的这个站位 进行了研究 准备的非常的充分 那其实决胜局 你的盲僧表现也非常的出色 今天第一局的时候 卡哥也是玩了盲僧嘛 那你怎么评价 自己今天盲僧的表现 和今天卡萨盲僧的一个表现 就打个团战可能达得更好吧 我盲僧可能就是对线型玩的 很有情商 高情商的发言 自己是对线 这个卡萨是这个 打团打得很好 那今天的决胜局的最后一波 当时在我的这个视角看来 你很有机会拿五杀的 那在前面杀了两个人之后 有没有在语音当中 跟队友去说 给自己留一下五杀这样 其实我Q到瞬间 我就感觉能五杀了 但队友好像杀得有点快 没有杀得太快了 是的 也是没有留下这个五杀的机会 大家到最后都已经玩嗨了 打得很尽兴 那今天的最后的一个问题 下一场我们涛博要面对到的 对手是IG战队 想问一下奈特怎么看下一场 跟IG的一个交手 就打了一下是要 对线多注意一点吧 因为他们中上都对面 非常强的选手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 要注意对线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今天其实现场也来了 很多很多支持我们涛博的粉丝 最后奈特有什么话 想对所有支持我们涛博的粉丝说的 就谢谢大家的支持吧 会找回段态越来越好的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也期待涛博在后面的比赛当中 能够有更加出色的发挥 也感谢Nite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又将来到大家非常期待的 粉丝互动的环节 我们将抽取五位幸运的观众 来到舞台上参与互动 那我们还是先有请上涛博的 其他球队员 回到我们的舞台 带掌声欢迎 我们下期再见